賴清德前進桃園 輔選立委 鄭運鵬 就算鼻音有點重 還是要繼續拚 畢竟桃園基本盤藍大於綠 就擔心立委席此失守 賴清德四號一整天幾乎都在桃園 隔天換副手小美琴 車隊掃街跟辦座談會 六號加上蔡英文三巨頭大造勢 七號賴清德出席新住民後援會 並再度替鄭運鵬站台 賴清德持續拚陸戰同時 照相費勁分化綠營 橫酸如果賴清德當選 可能會鬥爭蔡總統 強調跟蔡總統同心協力 兩人合體拍攝廣告交棒片 創下二十四小時超過六百萬次點閱 起初柯文哲還雖然不到五萬人看 甚至有柯粉號召暗道贊 柯文哲還質疑 難道蕭美琴登任副手 是賴清德自己決定的嗎 網友創意又載蔡總統回家 賴清德幽默回應 然而跑選舉同時 國內重大議題得兼顧 臺灣人工智慧實驗室市市警特定的臉書協同使用帳號 將割警案連結為蔡英文與支持臺灣廢除死刑的結果 通過各種假訊息認知作戰來進行介入選舉的動作 這一次更用大量的網軍操作臺灣的社會議題 然後造成社會的分裂 企圖想要取得選舉的利益 防範中國界選 持續跟選民面對面 奪管旗下 利平勝選 下集團成群的朱樹君 桃園報導